中海快樂的地方 聲音相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各位聽眾朋友 我是吳金帆 花哥今天來講 你的困難三國都發生過 你的人生難關三國都發生過 作家是流域 流出的流,流域不絕的慾 那麼這本書 花哥今天要講老皮的地方 還有一個段落 像整本書你自己要來看 是台北彩石出版社出版 很好看 好,如果要講到 劉關章三國演義三國座 講到的 我覺得他們三兄弟 雖然結拜 三國演義說 這句話 變成現在黑社會結拜 都要講的話 沒有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三國演義說這句話 後來黑社會結拜 他們都說這句話 但是三國座裡面 並沒有說這句話 但是這句話跟真正流出差不多了 只說雖然沒有同日同年同月同日死 三兄弟真正為了這個德意 真正前後不到一兩年都死了 首先關公被孫權派呂蒙突擊 關公左邁城最奧貨的呂蒙台詩 對孫權這個背信的行為也很熟悉 要補修 所以竹葛亮啊 軍書竹葛亮 趙雲啊 唐山趙子龍啊 都放劉備 不要這麼衝動 但是劉備就沒有聽這句話 我去拜託在關公室啊 我如果沒有報仇 我是算什麼老大咧 沒要聽人的話 爺爺對孫權出兵啊 東吳出兵啊 發生了宜林之戰啊 宜林之戰 這件劍下來老皮 劍白了沒多久就死了 不怕宜林之戰的時候 老皮咧 沒要聽竹葛亮咧 沒要聽常山趙子龍咧 他跟他下一個民靈叫張輝來匯合啊 張輝聽到老大要替老二的報仇啊 馬上帥領兵馬啦 要來跟老皮呢 匯合啊 要報仇啊 但是這張輝呢 批去壞了 帥領軍隊要跟老皮呢 匯合的時候啊 伯父呢 他批去壞了 打自己的 他批去壞領兵 那壞領兵啊 那壞領兵啊 暗時要把張輝給他暗殺 暗殺了呢 張輝的副將 他剛剛發生了 他的主帥給人 批去給人 批去 都叛兵他了 馬上呢 騎一個壞呢 趕快要跟老皮報告啊 老皮看到了 一個人騎一個壞呢 哦啊 飛快要翻過來 遠遠一看啊 不是張輝啦 是張輝的步將過來 老皮心理心電感應 那壞就說 啊 中飛啊 死了啊 對風土還沒來報告啊 老皮看到就知道說 第六感染 他說 哎呀 事情害了啊 中飛也死了啦 這句話 這三國座裡面 歷書裡面 死了 比我感覺比三國煙魚更生動 耶 你怎麼知道 一個老大 看到來的人 不是中飛 是中飛的步伐呢 心電感應 就說 哎呀 中飛也是啊 哇 上心耶 這句話 背後啊 我們小小帥都知道 哪 天後沒有比這個 比這個比較悲凶的事啊 有些人小小子就說 嚎吐大哭啦 啊 你來看 黃鑽雄 演報題戲 這段 最動人啊 啊 啊 如果 叫鑽雄厲害在那裡 黃鑽雄厲害在那裡 報題戲 厲害就在那裡了 在這時候 來一個 不是用 感嘆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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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耶 北冠的 音樂就起來了 就聽到黃鑽雄報題流鼻 哎呀 中飛四寮啊 齁 那鼻雄大家都流鼻子 法國如果說到這段 都會鼻子連下來 不必說這樣靠靠靠靠 這樣靠著 不必啦 英雄說的話呢 不是都靠的啊 啊 中飛四寮啊 是說 主角靠啊 說三國煙宜 沒有說主角靠 還是說什麼三國煙宜啊 好了 主角靠啊 在三國煙宜來修書裡面啊 是這個神龍見守不見話的人啊 叫做沃龍啊 主角靠啊 講一個這個三國煙宜來形容主角靠啊 是隱居在沃龍鋼啊 是一個天宅啊 但是呢 讀書讀書讀書 冰書很多 但是就隱居在哪裡 不需要讓人知道啦 三國煙宜來講的主角靠 那不是真正不想做歌 隱居在沃龍鋼嗎 出了啊 主角靠炸毒想要啦 經營天下啦 他不是沒機會住到他人為的人材啦 主角靠很要命啊 他也很想要經營天下啦 他不是沒想要做歌 但是主角靠要做歌 要堅硬做啦 真正的主角靠是這樣啦 法國比較相信 三國創的力輸來裡的主角靠 以前就經常經好朋友說啦 像我這種天宅啊 春秋建国时代,不过是约翼这种管仲这种人 我比也比较差,所以竹葛梁并不是太欠习的人 但是竹葛梁说这句话也不是不欠习 他知道自己的材料,他知道天下 要像竹葛梁这种人,其实没有座,他不是骄傲 但是竹葛梁有一个洁癖 他要投一个人,要投一个民军 他要投一个分军,不是人贼他做官,他就要做 他不是这样,要捐人做 最厉害的人就是这样 但是并不是三国演员说的 刘备去山谷茅庐而不愿,看不到他 竹葛梁不怕人要骄傲 所以三国演员说老皮去找竹葛梁三句茅庐 第一遍没看到,第二遍没看到,第三遍没看到 第三遍才看到 第三遍遇到他的时候竹葛梁在困中道 老皮不敢把他惊动,等他等他困窃才说话 但是三国座里面真的留守来不是这样 竹葛梁,老皮去找竹葛梁第一遍就找到了 三句茅庐是什么意思 老皮第一遍遇到竹葛梁两个人坐下来,第一遍寄民 就佩服了五体头地了 所以又没有多久呢,又有什么问题,又收起来 又站着去找竹葛梁啊 第二遍,又把竹葛梁说完整天说了 天晚上也没想到回去了 第三遍竹葛梁又再去找他 所以三顾茅庐不是说前面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见到 见到他的时候竹葛梁在困中道 没想到啦 是 老皮找竹葛梁找三遍 三遍,每遍都说话说整天 越说越老皮 越感觉竹葛梁这个人 神龙见所不见过太厉害了 老皮的人不是没看过世面的人 老皮看过世界东西三国时代 街质的影响人物呢 他看过曹操,我投身在曹操底下 我建过刘表呢 要建过礼部呢 天下影响,他都看了一半以上 但是就要赌到竹葛梁以后才说 啊,这群人跟竹葛梁变起来 都受竹葛梁疼一疼 所以竹葛梁这些人真正人材了 另外呢 老皮为什么会赌到竹葛梁呢 那不是没钓没钓来到这个地方就赌到的 不是这样啊 老皮本来是倒到曹操门下嘛 后来老皮看这个曹操这个人 不信仰情 这走去 走去倒什么人呢 倒在他的刘家的亲戚 锦州太守呢 刘表的门下 刘表啦 刘备是刘皇淑嘛 同样撼到皇帝的后代呢 刘表呢 知道刘备这个人啊 架派 照灵力 啊他下一个冠公和张飞都名将 他非常欣赏老皮呢 但是又怕他啦 为什么呢 刘表老了啦 刘表的底下有个儿子叫刘忠 后来接他的味 这刘忠是一个少爷 他不是王雍庭还是王文洋而已啦 所以刘备梁啊 因为他没啥嘛 所以刘忠啊 我来刘备刘备梁呢 刘他做他的军事啦 但是呢 刘备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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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出息啊 我没有要投一个民主啦 要投一个真正的主人 我没有要找这个 从来那个欠缺不是他的啊 所以 刘备梁不答应啊 你想看锦州是多大地方呢 多重要的地方呢 锦州将来要继承这个王位的人啊 刘忠来拜奉祖角梁 这样你才知道祖角梁不是默默无名的人 祖角梁是大大有名的人呢 当时祖角梁就唱歌梁呢 你敢知道祖角梁有什么唱歌呢 因为他的丢人伯子是锦州最有名的大学文家 王晨彦啊 王晨彦啊 王晨彦是 祖角梁的丢人伯子 你想看看 整个锦州最有名的大学者 王晨彦的将杂鸟 嫁给祖角梁 祖角梁是甘丹的人物吗 是默默无名的人物吗 不是啊 祖角梁老皮还没戳以前 就是在锦州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啦 他在锦州的知名度 比我六天国有名的啦 没人不敌没人不孝啦 王晨彦的杂鸟叫做黄岳英啊 为你为英英雄的英啊 叫祖角梁啊 那有什么说的 有个人告报的 我没说啊 说祖角梁的太太呢 生得很差啊 生得很差啊 所以祖角梁啊 在家里没有心情啊 太太生了肉的 常常走出去亂走 真的没说啊 黄岳英是一代美女啊 一代才女啊 生了水又有财华 结合祖角梁 你就知道祖角梁 祖角梁这个人 是生了圆导又漂白又有合文啊 又很有名声啊 啊 下降有名声啦 上降有出名啊 祖角梁是这种人啊 你知道吗 跟祖角梁做会的人 祖角梁做会的人 不是祖角梁 祖角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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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角梁就变成 啊 現在演一来演的 祖角梁 就是祖角梁太有名了 第一种名 祖角梁 就是祖角梁 祖角梁做会的人 最有名的人 老大是什么人 每天做会吃飯 喝酒 喝米酒 喝這個 保理大比的人 什么行 年年最大 叫做庞德公 庞德公啊 庞啊 庞啊 信庞的庞德 道德就得 庞德公表示他比较老 对不对 庞德公是什么人 庞德公大家比较不知 你知道吗 但是他的子儿大大的有名 他的子儿是谁 他就是庞同啊 庞同的结公 庞同的阿竹不是结公 庞同的阿竹 就是庞同 庞德公 庞德公的好朋友 最几百老一百最有名 是什么 就是三国燕夷来民所说的 水月先生 水晋先生 水晋先生 水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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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閣娘第一邊沒找到 找到一個老人看這人很有氣質 這樣手的歌很有內容 馬上說這個人就是祖閣娘嗎 你自己問一下 我不是祖閣娘 我這部是普通的特替人 我叫做水甲先生 水晉先生 你說你真的要找人幫你幫忙 怕天下 你找我就不對了 我就普通人 你若是在神祖有兩個大大有名的人物 你若得到其中一個 你就得到天下 他說老皮聽起來加一條 真正有這種人材 他說有 就叫祖閣娘 叫臥龍先生 就叫鳳廚 叫做龐桶 叫鳳廚 這兩個人 你若得到一個你就得到天下 所以老皮聽到水晉先生 趕去找祖閣娘 找到祖閣娘 後來又認識了龐桶 到後來還有一個 最早 祖閣娘 這個老皮用的模式 叫徐術 你會記得嗎 徐術給他出祭謀 後來 曹操知道徐術去幫忙劉備 嚇一跳 把徐術的母親扣押著 叫徐術去投奔曹操 不然你老母要給他抬起 徐術只好到曹操去 但是徐術終身不給他出任何一個祭謀 好 現在法國要說什麼 真正的徐術 水晉先生 跟龐德公 跟諸葛亮 跟龐桐 跟徐術 他們都是好朋友 他們普通時候都經常做的 打屁好保護 打屁好米酒 喝米酒 喝米酒 所以徐術終身不給他 老皮是慢慢去找到 一家糧料 一家糧料 找到龐桶 找到什麼 不是啦 他們是一個小團體 忘年會 經常做的打屁開槓 喝米酒 老保護 打屁的 他們都是一個團體 哈哈 所以你如果相信 你如果說比較負面 說詐欺集團 好想推薦 但是他不是詐欺集團 他是真正人才庫 所以老皮找到祖閣陽 就找到龐桶 找到龐桶 找到徐術 找到水晉先生 找到龐德公 他這幾戶 這幾戶人 如果說地理風水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天上的天鋼心轉世的 整個人材都在這裡一團 不算花枸七到腳枸 鹿兒島 一條街裡面 民智維新的十幾個名將 名城都是在一條街上面 所以風水地理有了沒有了 有了 你有時間來看錄電台 我帶你來看 看錄電台是人材 你知道嗎 這風水地理在這裡 三國演藝 三國座 發哥今天說到這裡 春的你給你看那本廁 你的困難 三國時代大家都遇到過 你不要怕困難 你就比較勇敢 你學習老皮 學習主角量 這樣 堅持你的理想 拼下去 你總會出 人頭地的一天 謝謝你的收聽 明天下時間 再見 再見